啊 睡在沙漠里面真的是 好冷冷冷冷冷冷 所以今天就穿著羽绒大衣 然后呢就 就这样就睡了吧 已经盖了两三层 三层被 三层被 好了 好了 现在就开始睡觉了 Good night 啊 Good morning 早安 啊 啊 这就是 早上的Modiram 一片漆静 啊 这是我的 狗窝 啊 这是七点 早上七点钟的 Modiram 很近很近很近 毕竟只有我跟 Christian两个人 住在这整个营地里 啊这样早起来就是 因为 我得上厕所 好了又走回营地 现在 准备收拾收拾 然后就 就离开这里了 下 去下一个目的地 啊 Modiram 再去看一下啊 早上的 机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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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块应该是我们昨天去那个,爬那个红沙的那个山上的。 望穿秋水,现在已经是八点了。 那个主人就跟我说明天,就是今天七点半会下来,把早餐分下来,然后把我送回去那个城市里。 不过呢,就等到这样久都还没来,就是还有问题。 我就不打算在这里再做多一晚了,我觉得一晚就够了吧。 虽然这里风景还是还不错的,就是不过,就超过一晚就觉得有点,就开始闷了。 就,所以就,哎呀,希望就是那个人赶快,赶快下来,然后把早餐分下来。 最重要的就是把我送回去城里,去接那个,去接早班的那个车去Petra。 。 好了,现在离开。 我们现在坐在游客中心的路上。 我的小爸带我去Metla。 这间旅舍说起来是,蛮加连不美的。 不过呢,就觉得他们的服务就是,尤其是那些小孩子吧。 你才知道他们的服务会比较差强的 现在 不知道哪一个是 Bus 哎呀 这都糟了 啊估计应该是这个Bus 是Bus to Petra OK Thank you How much is it呢 OK 好了 上了 现在 在小Bug正开往 Petra的路上 走位就是 这是Petra 最后 开口 是 明天 感谢观看